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该报说 根据提供给情报监督机构的机密证据 对他们的任务是为了给中共投资和更广泛的中国品牌增加可信度 英国国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称 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和前财长亚历山大 都是开创英中关系黄金时代计划的核心人物 当年的决定被监督机构指为完全误判了 中共政府在英国投资是为中国共产党赢得全球技术主导地位的决心 英国国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认为 英国对中共威胁的反应不够充分 并补充说 中共已经渗透中国经济 《卫报》说 亚历山大仍是亚投行的政策和战略副总裁 而卡梅伦的投资银行计划则在很大程度上宣告失败 原因是香港民主抗议遭镇压导致伦敦和北京关系迅速恶化 英国前保守党主席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勋爵 向英国国会委员会说 我认为 中共将我们视为一个经济机会 一个通过猎捕精英 通过培养有用白吃 通过利用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之类的手段 让我们根据他们的意愿做事情的机会 《卫报》还说 亚投行的全球通讯主管鲍伯·皮卡德 今年6月辞职后在推特上表示 亚投行由共产党人主导 而且拥有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最有毒的文化 皮卡德补充道 我很高兴能离开那个粪坑 我认为 那里由共产党的黑帮掌握着银行的大权 他们把一些董事会成员当作有用的白吃 我认为 我国政府不应该成为中共的工具的成员 因为现实情况是 纳格银行权力自始至终都被中共所掌控 有分析认为 进美国之后 英国肯定将掀起一波反中共渗透的浪潮 不久前 跃升为副国级的中共外交部长秦刚 消失已经二十几天了 传言满世界纷飞 有说卷入内斗的 有说他陷入桃色丑闻的 还有更耸人听闻的 尤其他所在的大本营 中共外交部对秦刚消失的原因 支支吾吾 吞吞吐吐 欲说还休 让事情变得更加不可捉摸和神秘 在本周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问及秦刚何时返回工作岗位时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在上周五 法新社记者就秦刚何时上班询问时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表现非常尴尬 低头看稿 沉默几秒后不置可否 给人感觉外交部似乎知道内情 但无法明说 有分析指 秦刚才高升数月就卷入内斗 很不可信 至于有秦傅之说 中共高官此类事甚多 仅为此就倒台也十分罕见 所谓落入双面间谍陷阱的说法 更有点像好莱坞大篇 学者傅志斌分析 一般来说 中共体制内不会因为性关系混乱下台 而是因为政治问题已搞性关系混乱之名被下台 前中央岛校教授蔡霞举出曾被网球名将彭帅 公开指控性侵的前中共常委张高丽的例子 这些人都没事 秦刚会因家外有家就被基检委大一灭关 那秦刚到底会有什么事 以中共外交部长之身份如此隐身 却没有一个隐身的公开的说得过去的理由 有分析指 这显示了中共官场十分阴暗的一面 再大的官也会突然消失 法广的评论秦刚的隐身也让人联想到 习近平与王岐山联合反腐时期 有些昨日还很红火的高官突然消声力气了 渐渐地 慢慢地传说被双规 直指被落马的消息 秦刚到底有事 无事 有病 无病 中共当局至少给他当家 或者他曾经当家的外交部应该给一个交代 无论如何 这件事把中共官场的任性 无规则 阴暗 不透明 处处不满陷阱 神秘可不暴露在世人面前 从中共外交部官网看 部长一栏还明明确确地写着秦刚是外交部长 为什么还要躲躲藏藏 秦刚之事如何演变 只好拭目以待了 在政治评论人士邓玉文看来 此事从一个侧面再次说明一个 颠簸不破的常识 极权统治之下 政权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 以致涉及任何一个高官不合常理的举动 都会引起人们对这个政权无限的联想 海外时评人士蔡慎坤分析指出 种种迹象显示 秦刚凶多吉少 如果仅仅只是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 十天半月必然会痊愈重返外交舞台 不可能拖得太久 更何况现在中国外交公关正处于微妙的变化时刻 扭转外交被动局面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也是新任外交部长的兼具任务 不应该长期隐身 引发海内外舆论和各国政要猜疑 这些天 有关秦刚和傅小田的信息充斥内网外网 网信部门并没有真正下决心封锁这些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的信息 有可能是为即将到来的爆点进行舆论铺垫 此外 有关秦刚绅士的各种说法也漫天飞 推特上流传的说法是 值得一提的是 秦刚出身外交世家 其祖父秦力真及姑姑秦小梅本身也曾担任中共外交官 其姑丈更是前外长李绍兴 在家族同辈中 她的唐妹秦峰在内地媒体界也颇有名气 目前任职香港卫视新闻采访总监 在2012年3月两会记者会上 秦峰秋述姑丈李绍兴西双前进追问的表现引发热议 中共官场上是在流传正是李绍兴大力举荐的秦刚 习近平主张节约粮食 反对饮食浪费 下面千方百计 采取各种方式应对 其中 他的家乡陕西忽有得非常出彩 据报道 陕西榆林市吴宝县委党校 为学员开设连结灶和清连餐即引起网民热议 甚至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但是网民却并不买张 形容此举是灶样子 纯作骚 据网上流传的吴宝县荣媒体中心的影片强调 是为来校参加培训的学员提供连结灶 清连餐则是用清淡的材料制作 一清二白 居腐防便 一苦思甜 黑白分明 清清白白等 每一道菜式都是以清淡为主 饭堂内更挂出不少鼓励清年的宣传语句 甚至连纸巾盒都印上提倡清年的字句 但网民似乎不太受弱该校的行径 河南微信博主赵征发帖 提出清廉餐的有个特征就是纯素梅肉 这和连结与清廉好像没有太多切合之数 继而再提引其他网民的意见 网友采访日常评论指出 宣传角度要把握好 警惕造成低级红高级黑的倾向 黑茶说 谁想出来的 真是人才 小水讽刺说 为了拍这个视频 还把每个菜名打印出来 真的感谢你们 我都哭了 也有网民提出 清廉与连结 不是吃一顿饭就搞定的 也不是拍出摆出的 如果把心思放在拍盒板上面 反而对昌连是一种消耗 Olimpa说 纯作秀 现在肉蛋能跪到哪里去 他们是不是对清廉这俩字 有什么误解 严惩闲人观摆山调侃 可能豪华资助吃腻了 搞些素菜改改口味 顺便忽悠一下上级 自由人小涛说 又做样子给中南海看了 现在 中共面对经济下行 军方和高层纷纷里通外国 生存危机日益严重 继中共党魁习近平 在国安委会议发话 要坚持极限思维 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要求中共各方面 支持其党的隐蔽战线 分析认为 中共县内忧外患 企图再靠特务治国挽回危局 同时 特务系统内斗厉害 很多也是双面间谍 法广16日刊发评论文章认为 这说明 加强隐蔽战线的工作 与习近平的极限思维有重大关系 而中共把所谓的隐蔽战线 以这样不隐蔽的方式宣示 这是在提醒党内党外国内国外 中共的大小特务们出动了 最近 中共政治局委员 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在全国国家安全系统表彰大会上 要求各界党委要高度重视 关心支持隐蔽战线工作 有评论分析指出 陈文青所说的 要加强支持隐蔽战线的工作 说白了就是搞特务治国 中共历史上就是靠特务手段发家 中共的隐蔽战线由来已久 早期有地下党 中共特务打进国军高层 近年建立庞大的特工组成的国家安全机构 中共各个驻外机构的打成外交官 新闻记者 商务人员 甚至在留学生中间都安插或发展有特务 今年5月30日 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二十大以来 首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时称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 兼具程度明显加大 他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 准备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折射出中共非常严重的亡党危机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认为 习近平说这些话有两个作用 一个作用是动员大家 另一方面有甩锅的作用 说现在困难很大 但是困难都是因为有很多人不行 两面派高级红低级黑等等 他认为习近平还在加大对内部的整肃 抓了不少人 从这方面看 中共已经有点惶惶不可终日了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指出 专制政权必须树立敌人 必须强调风险 他才能够得心应手地镇压民众 当权者才能够整肃政敌 中共历史上一直到现在都不断强调敌人 强调各种各样的和平演变 或者颜色革命的危险 这是他们一个标配性的统治方式 7月15日 中共政法委长安舰微信公号 推出宣传片 宣传所谓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 冯崇义表示 中共现在是创造一个氛围 创造一种激励机制 让这些人更加积极地去害人 更加积极地作恶 最高层定下来 底下这些人就是被授权去作恶 中共前几十年来一直在清除敌人 使本来很多不关心政治的人 原来只是岁月静好去挣钱的人 现在变成打击对象 敌人越打越多 就最近中共当局强调要求各方面支持隐蔽战线 魏京生分析给出了四点原因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他们现在遇到各方面的困难 习近平国际国内的事情都搞得乱七八糟 老百姓怨言很大 党内的怨言也很大 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想用所谓的隐蔽间谍工作来挽救他们的局势 魏京生表示 在历史上共产党几次遇到大的困难的时候 都是靠着情报工作 靠特务工作 隐蔽的间谍 最后帮他们挽救局面 中共现在特别困难 所以也想靠这个东西来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 第二点是因为他们现在情报机关内斗非常厉害 不同的情报机关之间互相争攻 互相踩 斗得很厉害 情报机关本身就很乱 他认为第三个原因是中共年轻一代的领导干部急功近利 都想赶快捞到一点好处 不管情报人员的安全 失误非常多 互相制造麻烦 他们自己内斗很厉害 还有第四个原因其实是他们要推卸责任 魏京生说 我想习近平对他们也可能很不满意 他们要推卸责任就是大家支持的不够 所以现在情报工作花钱比以前多了 效率比以前低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Angela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 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